你们在多少岁数啊 十多年九岁了 年九岁 九十年 那么九十年能老祖子死在啥地方啊 老祖来给孤儿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圣经雅教 今早来到美类五 那么说来也是很惭愧 美兰湖这边我是第一次来 因为没有朋友住在这边 那么今天到这边呢 也是约了一位小姐姐 我到这里来是听小姐姐讲故事的 好吧 然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因为它正好是居民区嘛 所以感觉房子还是挺密集的 那么话不多说 先到这个小姐姐家里去 应该是哪一间我看一下 应该是这 你好 小棠对吧 这是你的家 对这是我的家 我能进来吗 可以啊 你进来看嘛 我帮你把门关掉啊 谢谢 这是客厅 对 然后这边是厨房 这里是厨房 我看一下啊 好 你家到弄得还挺干净的 对的 因为平时还会请一个阿姨 然后包装大厨 多半之类的 请了一个阿姨 对 你这种情况是要请阿姨的 那你请的这个阿姨 她是住在家里的吗 对 住在家里 和你生活在一起 和我一起生活 然后平时也特别照顾我 嗯 这是我的卧室 要不要看一下 哦 看一下 好 我平时不太有机会参观 女生的闺房的 可以 就这样 哦 这啥没读 一切很 对 那阿姨帮我玩给一下 弄得没清晨 刚刚当说过 刚才当说过啊 嗯 只不说都无用了 一切当说完 不是 平时就挺干净的 嗯 平时也就差不多的那样 挺好的 然后这间是阿姨住的是吧 这个是阿姨住的 嗯 阿姨住的我们就不看 哎呀 说不定在睡觉呢 对吧 这个房间就放一点杂物啊 什么的 杂物啊 对 就放一下我的轮椅车头啊 嗯 一些行李之类的 这个是什么车 这个就是车头 我平时会把它安装在我的轮椅上面 这样出行的话 哦 是安装在这个上面是吧 嗯 你加这个车头出行就特别方便 这个房间就是杂物前东西比较乱 对 这里面都是你的东西吗 也有阿姨的 也有阿姨的 哦 我今天来呢 是你帮我联系 你是帮我讲故事的对吧 对 我这个人最喜欢听讲故事了 而且也是最喜欢听小姑娘讲故事 嗯 那么 首先呢 我都能给到 我想就是刚 最直观的印象啊 就是 就是这个轮椅啊 嗯 就是不知道方不方便讲 可以啊 可以讲 因为很多网友说我呢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时候聊着聊着 很多话题啊 会让对方触及到自己的灵魂 会让对方觉得 嗯 回忆一段痛苦的过去 所以说在这个录视频之前呢 想要帮你讲一下 有可能 我们接下来这个拍的这个视频啊 有可能 会勾起你一些不好的回忆 没事吧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都很坦然面对 没关系啊 没有关系 嗯 那么 那么 小胆龙 有没有帮我看过 龙 一个是多少岁数啊 嗯 十几年九岁吧 年九岁 嗯 九十年 那么九十年 龙老子是在啥地方啊 龙老子在孤儿园上 孤儿园 对 是 从小出生就一直在孤儿园吗 嗯 我不是 嗯 但是 我也希望你 青春养的后果 但是 我还没有在青春 我才应该不得了 嗯 因为这种关系嘛 我们家 身体的那种好啊 那种状态啊 嗯 所以 老子跟 阿姨讲 我想说是 美好啊 罗吉看啊 应该是因为 其他女人 就是当 你的 亲生父母 就养养 练动到他自己 能 身体是好啊 对 嗯 嗯 只有 到了 孤儿园 大概 两十岁 我们 把我 得了 养父养母 养父养母 养父养母是 哎 我怎么快啊 就是刚 农死到 孤儿园里面 起的子 就养父养母 如果想 想领养小孩的话 是 有一定的 这个程序要求吧 对 要求 罗尼克 罗尼克 嗯 嗯 嗯 这是要审核 父母 双方 他们的家庭关系 背景和工作 嗯 很严格的 这个我也清楚的 嗯 他们那里 要我的时候 是在 九六年左右吧 九六年 九六七年左右 嗯 来到 S2的神光 拿 拿个养粮 那种鬼 他所有 到孤儿园里面去 嗯 九六年的时候 你的养父养母 把你领走了 对 我最关心的 就是 你这个腿 是 怎么回事 嗯 我的腿 因为年龄 也比较少了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嗯 也有可能是 受伤 溜冰 帅的 也有可能是 车碰不到的 但是我当场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嗯 大概隔了几天 突发 就感觉人特别不舒服 和养父养父在超市里面 嗯 我记得很清楚 是 03年7月份的时候 很热的 天特别热 然后我在超市里 出了超市大门的时候 突然我眼睛一黑 双腿发麻 疼痛 腰疼痛 当时我的父母 就是我养父养母 他以为我中暑了 然后立马就是说 把你送到医院 把我送到医院回去 嗯 然后 医院里面检查出来 怎么说啊 当时 我记得是周末 所以没有主治医生 是实习医生 嗯 实习医生初步 鉴定是脊髓炎 急性脊髓炎 嗯 就当成急性病去看了 然后 也耽误治疗了 后来他们的主任医生 也大概隔了几天之后 再来看 说这个病 好像不是急性 损伤 是需要做手术的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 也错过最佳治疗的时期了 哦 就是被那个医生 其实他是误判的 嗯 算是医疗事故吧 然后后来 这个事情 我也要 你和那个 医院打官司 反正这个就是一场 医疗事故 再加上 命吧 我一直都是这样想 这个官司后来打赢了吗 他们赔钱了是吧 我跟你说 我发病的前一两星期 我跟我的养股也说过 我说 我腰很不舒服 很疼 嗯 因为是夏天嘛 嗯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我妈妈喜欢就是说 在地上 扫黑你嘛 嗯 呼吸铺子凉席 对吧 啊 对 空文写足够的 对 对 空文写足够的嘛 然后就空了 邻达上 一个 像 像 你哪里有的用啊 哪里就拖了 就叫我不要去 嗯 就跟像 你没有用啊 我会拖吧 他也没有引起重视 因为我那时候才想 如果他早点 引起重视 就带我去检查 什么的 关键就是要及时的去医院 因为人一旦也不舒服 他确实是有前兆的 那么你在这个腿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在后续的一系列治疗求医的过程中 结果怎么样呢 太大的影响 太大的进步 因为后面我做完了这个 腰上这个很大的手术之后 也有配合医生说的西洋 高压养藏西洋 还有中阴的针灸 还有一些推拿按摩 都没有太大的起效 九十刚我理解 凡是能想到的这个办法 你的养父养母都去尝试了 这点他们确实是尽心尽力 然后更痛苦的是什么 如果说不能走也就算了 我们这样子的人痛苦的点 还有后期的一些病房症 后期的病房症 什么病房症 比方说乳疮 大小便吃劲 然后很多这种痛苦 特别是乳疮 因为我是 才瘫痪的 才瘫痪的第一年 身上就长出了大概三个 两到三个乳疮 臀部上面 就屁股上面 然后膝盖上面 膝盖上面的这个乳疮 都能看到膝盖的骨头了 很别重 屁股上面 这个乳疮在身上痛苦的是什么 你常年有烧 发烧 炎症 严重的就是败水症 脊髓 脊髓炎 对 然后很多 减碳患者 之后死的都是这些病房症 那么像你这样之后 你当时的时候读书是怎么读的呢 说到这个 在养父养母那边 治疗了大概两年多 到了05年的时候 我父母什么法子都用过了 什么迷信啊 弥气功啊 什么断命格都吃过了 然后他们觉得治疗无望的情况下 我妈有一天 突然你出境了 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你哪来的去哪去吧 你做什么意思 他说 其实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当时也就感觉天塌下来了 我就没听懂什么事 我不是你的女儿 我打断一下啊 就是说 在你养父养母和你生活的这个时候 你一直以为你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包括他们的年龄 你都明白我的 我一直以为他们就四十多岁 他们给我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老来得子嘛 生活的时候年龄比较大了 其实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 他才告诉我 他说 其实妈妈这么年龄 闻死了几岁 妈妈已经母了几岁了 母了几岁了 嗯 我相信 我因为你打开子 因为我上毛病了 嗯 刚刚起来我 我妈妈是在我生病了以后 就是 心情大变了 嗯 就是病得整个人有 怎么说呢 脾气很暴躁 一方 但是他是我 我觉得他不管做什么 他不管这辈子是怎么样了我 我都不会是去怎么样了 因为我心里对他还是有爱的 嗯 嗯 我也想到能不能够一样的 那么我儿子会说要够一样的 嗯 以来 没听了 以来没有自己爱人 哦 那跟着人家的额头打开 因为儿子上什么变事啊 首先我意外是 意外啊 交通意外还是什么 我说到妈妈高 好像是 外国 外国 对啊 我聚集我来听到 哦 因为要不然 女人一体是人体嘛 嗯 我得来以来 一人女人做他做妈 大概 这当中十几年 才妈要好想你妈 嗯 你就想 要不然就到 我儿子想去你养养 再想到 我儿子去你领养我 对 妈想到领养多次 有发生什么东西 所以一个每次 我们都 就知道 哦 我都送到孤儿园 然后男的 然后 无所谓的 因为 站在他的角度上 我觉得他也是很可怜的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只顾刚才 亲上个养药 送到孤儿园去 我说这是绝对不应该 绝对不应该的 但是你这个是养父养母啊 但是我能离家 能离家 我真的 那 孤儿园领养的 阿里面的个问题 好像跟着妈妈一顶 去 意思呢 从来从县令到 你这 所谓的 领养者 通过法律程序 领养程序 这可以特别人 领养 可是我们给他 规刀是什么 就是 孤儿园的孤儿园 也是第一次碰到 这种事情 所以 自己 阿发生了 流动问题 因为你比较爽 妈的 熟的 就经过一些 活着 埋众体验期 埋众到 孤儿园里面去 对 隔山关东岁 都三年岁吧 对 对 你 你 你 三岁发生日期 治疗了两年 在我到孤儿园 三年岁 对 孤儿园里面的 生活是怎么样的 孤儿园是 集体生活 集体生活 那么 这网络可以控制您呢 然后 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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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村子 好像就 两 多 一 小姑娘和小姑娘 女孩 会不会 女孩分开了 对吧 你去 一些 学龄前 大概是 混合了 我说对,固案院是集体生活 但是,固案院的小伙伴是自知健缺的 有的就是说,我说残疾,你不要生气 你是有残疾的,这个怎么办呢? 我觉得肯定要做过事 我做过事,你也希望你能做过事 所以我没有做过事,我记得补车 然后进医院也是家常变化的事 我晓得,你聊聊到12岁之后在固案院里的生活 你晓得多少就刚多少好了? 固案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固案院的生活,我一般是不太愿意提起的 家里面问问吧,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在里面吧,肯定是 和外面不一样的 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也感觉也差不多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社会上也是弱肉强食嘛 里面也差不多,就是你自知健全 肯定比我这种残疾太坏的好很多 我在里面,可能也因为我是刚刚采集的关系 没有什么生活自已能力的 平时自己上下床 我学会就是在固案院里面 因为没有人帮你啊 我在养婚养婚家里的时候 我妈妈还会把我抱上床 或者把我抱上门椅 我到固案院里的时候 就真的只能靠自己的,就相当于被逼出来 没有人帮忙 那个时候我的腿,不像现在 就是你刚刚太坏的腿特别特别的重 就感觉像是,或者千斤石头一样 然后我就自己无数次的从轮椅上摔倒在地上 然后这样反复的练习,然后爬上床这样子 那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小朋友 比如说开玩笑欺负欺负你这种 那这个都是家常便饭 家常便饭 他们难道不会觉得你是女孩子就 就应该特别照顾吗 首先呢 都是孤儿 都是孤儿 他肯定是 大家都是自己管自己的 然后里面的老师阿姨 应该也没有教他们什么有同情心啊 或者是说要帮助别人 所以大家都是自顾自的 不欺负你就不好了 不欺负你就很好了 更别谈照顾你了 那么如果说小朋友如果说欺负你 他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会处理吗 应该不会管 我刚才才会是愣有事才发生啊 他知道了 我脱人没有脱死过 增加了 哦 那么你全然呢 全然会切到好吗 全然出来 可能坦要自己老婆 这些时候有的 比较重要的人物来了 我的好爱地 如果能稍微为爱地出 我的主人挨到了 然后甚至不能去 甚至不能去 如果说人家的账法都够了 没必要是 没必要 因为我们都是渺小无助的 你去说也没办 你跟领导说了 只能挨到更多的喇叭 领导也不会管 你都是说两句 所以刚刚五国的 你们孤儿院生活的 这个小朋友 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应该是很天真 很爱玩 很美好的时候 而你却过多过早的 就是像接触社会一样 对吧 因为社会是残酷的 童年的生活应该是愉快的 你等于就是很早就 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 然后有的时候 心里在想 如果我是从小 在孤儿院里出生 我知道这个生存的规则 也就算了 嗯 你习惯也就算了 但是我是从一个家庭 又回去了这个状态 真的是没办法结束的 嗯 因为你在里面 跟我感觉不到的点温暖和爱吧 嗯 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或者是外面的人 参观的时候 就是给我们带点吃的 用的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被阿姨 什么的没收掉 这个阿姨还要没收啊 这也太过分了 所以说 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去成长 然后 心里最大的想法就是 以后有招宜 你一定要想办法 通过自己的努力 出去嘛 嗯 早点离开这个孤儿院 所以我现在也挺轻轻的 我离开这个地方 嗯 如果说 想离开这个孤儿院的话 有什么要求吗 嗯 有 有几个办法 就是 一 你年满18岁了以后 他好像是会给你 计算工作的 那如果像我的话 我到了18岁以后 我就被分配到 另外一个福利员 就是待 成人孤儿的福利员去 那么在那边 你又生活了多久啊 我在 就是成人福利员 我是12年去的 嗯 18年出来 18年出来的 对 嗯 是怎么样才能出来 我是自己 做了一点 往上 做了一点小生意 嗯 然后 赚了一点小钱 嗯 然后 又加上那个时候 正好有一个 我们院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以就是说 让我们谈到社会 然后我就通过 那一个机会出来了 从福利院 成人福利院出来之后 出来的时候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住房吧 这个是自己找的 还是福利院会安排 自己找的 都是自己找的 因为 不是 第一批那种 他们 认为的那种 自己健全 又能够 有生化能力的人 嗯 所以我是所有后者 什么都靠自己 嗯 那我问一下 包括现在 我和你聊天的 这个地方 你也是借的是吧 对 哦 那你别说 我采访了 这么多了吗 像你这种情况 我觉得真的是 人生经历了 这么多的 这个事情 你现在还能这么勇敢的 面对镜头 我觉得 特别特别的坚强 嗯 我能说想 我可能 个人 二三十年的建立 相当于比别人 好多年 绝对的 嗯 可能 是一件好事 也有可能 是一件不好的事 就是好事 就是我自己 经历了那么多 就有一种 打不败的 消场人生 怪事就是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 你有恨过什么冷吗 不恨我 想的时候 把领过我的 到现在为止 我还能够 平常做梦 做到那些欺负我的 现在还会做梦 梦到 我身杂因为这个 嗯 前几年 就是 去看抑郁症 也查出 是比较严重的 嗯 心理的那个医生问我 你有什么放下的 我就说 我一直放下 小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我 就是那些霸凌 我也查过很多 关于 相关的资料 我也想问 自我救赎嘛 嗯 我想怎么 才能从这些 意义走开 当中走出来了 那你 现在有没有 什么好的方法 没有 大概 最多说的 都是什么 时间 时间 对 那么 你的亲生父母 把你遗弃的 这个亲生父母 你有没有恨他们 有的时候特别恨 前些年的时候 嗯 就是 每当我 人生受到挫折 和低谷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他们 导致着你人生 这么多悲剧的 罪垂祸手 其实是你的亲生父母 他们才是始作俑者 对吧 他们 为什么要把你生下来 生下来之后 就像你说的 为什么还要把你遗弃 我觉得这个是最过锋的 我觉得按照法律来说 他们是属于有罪的 他们是属于遗弃罪 对 但是中国 在遗弃罪上面 其实法律并不是很严重 所以导致每年有大量的 孤儿 就会涌进孤儿院 因为我 我好像 以前在孤儿院里面 听你的老师和阿姨说 每年 像上海 那个时候是十几年前听到的 我现在不知道 他说 每年在上海遗弃的 都有好多 现在也有啊 对 成千上万 成千上万 光是因为上海这样的城市 但是十几年前 现在我不清楚 那么你现在的这个 最关键的主要是 生活来源是什么呢 因为就像我刚刚到你家的时候 你这里是借的 而且你还请了个阿姨 对吧 她是属于住家保姆 这个也不便宜啊 然后自己在网上面 做一些东西买卖啊 一些虚拟的 一些账号啊 一些高面的买卖 然后赚了一些钱 特别是前几年 就 特别是 信息科技刚刚爆炸的那段时间 嗯 就前几年 互联网游戏 火的那几年 嗯 那时光那几年 就特别的做得蛮好的 我在 外院里面 嗯 前期嘛 我是不可能有手机 更别弹电脑 然后 然后我会做点手工 那时候在里面 哦 做手工 对 售实在秀呀 还有穿珠子 嗯 自己做一点 就小手工之类的 然后 平时省市典用 买了不小手机 当时买的是什么手机 你还记得吗 记得 人生当中的第一步 靠自理能力买的 那手机是 索尼的 而且 那一款是刚刚 就是这种触屏手机 开始的那个 哦 就是从 那个键盘手机 转换到 那个 触屏手机 嗯 大手机买了 买了一部 这个 索尼爱立信 对吧 对 这部手机多少钱 当时是 两千左右 但是花了我好多年的 这个 攒了好多年的钱 哎呦 应该 哎呦 找对象 我心想 如果我结婚也好 找对象也好 那也是靠别人的 如果说 哪一天 那个人 他不喜欢我了 或者是说 嗯 不要我了 那我是不是又经历此靠情 所以 我现在想法 就是 能靠自己 就不靠你了 哎 小唐 我问一下你啊 像你现在 搬到这里之后 你以前领养过你的 养父母 有找过你吗 没有 我然后 现在已经 七十多岁了 嗯 然后 我爸也在 前几年走了 前几年走了 对 也就是说 你们 私底下有联系 对 通电话 但是没见过 没见过 我都快二十年 没见过 在电话里 他们 会帮你说 照顾好自己 会吗 就 电话里面 妈妈 什么都会跟我讲 嗯 但是见面的话 给我改变 这个 他不太想见 他觉得 每次想到 看到我就会想到 以前的一些不开心的事 但是这么过年 都过去的 不清楚 可能 可能怕我缠他吧 怕你缠他 对 你平常家里有人来吗 平常有 就比方说 逢年过节的时候 也没有 你都是一个人吗 对 或者是阿姨 和阿姨 两个人 但是阿姨 她肯定也会回去的吧 对 那应该也会一个人 或者是说 会约一个朋友 什么的 因为 我自己生活当中 童年啊 这些经历什么的 就是生活当中 不太敢 去交太多朋友 嗯 因为 我 自己受过伤 我也怕就是 怕再次受伤 嗯 这个 这个是我能理解的 自我保护的 一种意识吧 嗯 其实我是挺渴望教你 也挺渴望 远多任劳的 但是 我就害怕 你说什么 我有个建议 你要不要听听啊 好啊 就比方说 因为我那是 专门 外面经常跑的 嗯 以后我 去到一个地方 我把你叫着 你看怎么样 可以啊 对啊 我们一起逛逛玩玩 拍拍视频啊 什么的 对吧 你有没有什么 现在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去的地方 特别想玩的 这么一个地方 江州户 嗯 江州户周边游嘛 江州户周边游 嗯 江州户周边游 你平时跟阿姨 你会 会去吗 还没去 嗯 一直有想去 但不知道去哪里 做好公务 你下次可以做个公务 我做司机 我带你去 好啊 好吧 还有一个问题啊 其实我是比较关心的啊 就是比方说 像你们坐地铁 地铁里面不是人很多的吗 有些乘客 比方说 他会用异样的眼神 看你吗 肯定有 肯定有 嗯 但是大部分人 都是挺善良好 那遇到不门 你呢 那有哪种 就是他不是有个直达厅吗 对 这么惨 这样人是要老入病惨的吧 嗯 那有的时候 你都走到门口了 嗯 然后突然一下子 十几个人进去 然后就是把你堵在门外了 你只能等下一趟 嗯 他有些人 他们不会看你 才能在会让你 对啊 这个是 先让你们优先进去啊 但是我也不跟他们抢 反正也 不差这几分钟 才几分钟 哦 但我不能去撞到别人呀 肯定是 他们要抢 让他们先呀 小汤 我问一下 你 今后有什么 规划吗 规划 嗯 规划也有啊 我 但是我不是听别人 让我怎么做 我才怎么做 我是自己 看 肯定先前是想 现在是 目前是希望能够 多几年前 嗯 因为我也保不准 万一以后的科技水平发达了 嗯 我这个病 他能治了呢 嗯 我这个病叫 用医学上来说 就叫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 对 嗯 那目前来说 在医学界来说 属于不死癌症 嗯 这也是治不好的 治不好 但是难保没有 不可能 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以后 医疗科技水平 他发达了 能够治好了 或者能帮你一些 捕捉这些东西 你不管什么东西 也好 他都是要吃金钱 都要靠金钱 金钱去支撑 嗯 对 因为是残疾人的任何东西 他都比普通人的东西 贵几倍 几十倍 像我现在这个坐垫 嗯 你看 嗯 这个坐垫 带这种气囊的酒垫 哦对 对 带泡泡的 对 当然这个是 那个时候 我向政府申请的 嗯 那是免费的 如果我要花钱去买 就要大几千了 这么贵啊 对 嗯 因为他 就是残疾人的东西 就是小东西 就是贵 嗯 现在是要爬到这个轮椅 对吧 对吧 需要搭把手吗 不用不用 我平时当时自由了 嗯 你看我们平时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小唐这边就是比较麻烦 你鞋子都是放在你房间里 放在房间里 我要看一下这个穿鞋怎么穿呢 穿鞋就是把我的腿一个脚拿上来放在这边 因为我的脚是完全没有直觉的 只有靠自己手部的力量给它往里面塞 像你买鞋子的话 你都要买那种比较方便的鞋 一脱就可以的 这个平时比较喜欢穿这个运动鞋 那旁边几双鞋就不怎么穿了 是比较麻烦对吧 对 我最后这个会设施一下 没关系不急 这个衣服为什么要塞在里面呢 好看一点吧 因为如果拿出来的话 显得太臃肿了 是吗 对 然后再稍微再粗一点 像刚刚那种完全的拿出来 我就会觉得挺臃肿 我看你平时比方说穿的这个裤子 衣服都是比较宽松的对吧 对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这种吉他轮椅的话 穿的太臃肿了 太包裹了 也会影响血液循环的 对 你不是说它没有直觉的吗 还要血液循环 没有直觉的 但是它毕竟是你身体上的一部分 它还在你身上 你如果穿过紧过包的衣服的话 是会影响下体的血液循环的 如果你包了过紧的话时间太久了 我又没有直觉 那就很容易造成怪死 像你平时买衣服 买穿着的话 你是在网上买的吗 网上有的时候买了 容易就是说不贴身 对啊 不合身 然后我还是主要去商店里面去试 去穿了才知道它的面料和质感 商店里面去试 对 试衣服麻烦吗 挺麻烦的 所以一般性去买衣服 或者是去看衣服 会交朋友或者交到阿姨一起去 因为一个人换穿就特别的不方便 像你的话穿衣服还好 穿裤子的话是一个人可以吗 穿裤子一个人 如果在轮椅上我感觉有点难 有点难 在床上还行 对 床上是OK没问题的 最关键出行最麻烦的就是 无障的厕所 无障的厕所 无障的厕所怎么了 无障的厕所有的厕所造的特别奇怪 要么就是扶手坏了 他要么就是 他明明是给一个 就像我们这种 肢体有残定的人上厕所的那种地方的 无障的厕所门口 那这样有的时候还会有两三个台阶 哦 这样的话轮椅就进不去啊 对完全进不去 如果靠自己的话 所以我也原来有的时候挺那么的 为什么无障的厕所 那门口还有两个障碍 来 那小谭我问一下你 像我们上海对吧 无障的厕所数量多吗 我感觉如果是一些商场呀 这些配套都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对 小地方 一方说一些旅游景点就不一定了 所以平时的话我就会尽量挑方便的地方去 如果我想去那个地方 我会提前做个工业 做个工业查一下有没有无障碍厕所 或者是看这个商场方不方便进 只要是关于商场都是没问题 嗯 我看你家里收拾的挺干净的 这都是你收拾的还是阿姨收拾啊 我自己首先就是有什么东西 我不会乱丢 就会自己哪里拿放哪里去 然后再加上还有阿姨会给我整理 嗯 像比方说 柜子里面放的低的位置你能自己拿 对 高的位置就是说你要叫阿姨帮忙的 对吧 对 我感觉你家阿姨对你还是可以的 对 因为她就是任何事情也好 做事也很有耐心很细心 嗯 挺会照顾你的 嗯 对吧 也不错 你有时候碰到一些比方说事情呢 你会你会和阿姨说说吗 会啊 我跟她聊天 她也挺好的 当我开心难过伤心低落的时候 她会安慰我 哦 她也会安慰你 对 嗯 可能就是 虽然说 嗯 我们在社会上都属于底层嘛 还是阿姨 嗯 还是为人很善良呢 嗯 特别有耐心和爱心 这说明你运气比较好 找到一个好的阿姨 嗯 但是话反过来怎么讲呢 就是阿姨不可能跟你一辈子 对吧 对的 啊 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照顾的 嗯 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月子嘛 对 总之就是 硬气好了 能碰上了 像好一点的阿姨 你硬气不好的话 那也说不准 所以说 自己 有的时候 你会为这些东西很焦密 嗯 特别焦密 感觉 现在的生活特别不真实 就万一哪一天 我又病倒了 嗯 或者说 我自己 没有办法的 没有能力 继续赚钱了 我又该怎么办 像 现在全中国 就包括我自己也有认识很多 年轻人啊 也有做惯意的 各种交通意外事故 导致夏天太坏做了一个 每年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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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对我们这个圈子的人 也有每年也能认识很多新的 像你们这个圈子 像你这个经历啊 在你们这个圈子里面 是不是属于特别特别惨了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认识的大部分的 轮友 嗯 他们都是有家人的 你们叫什么友啊 轮友 轮友 就是做轮友 轮友 对 我们叫轮友 对 他们基本上都是有家人的 嗯 他们有亲人 嗯 这就是他们的 嗯 靠山吧 我觉得 也就是他们的一个依靠 对 嗯 这个也是对我来说 特别羡慕的一点 不管是 我不是羡慕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依靠 也是羡慕他们有这样的亲情的依靠 不像我有的时候自己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都没有任何人去商量 没有任何人去帮助 就是自己 遇到了任何事 只有自己摸滚趴打 自己和自己商量 对 没有 人能够给你 而且错了也不会有人告诉我 只能自己 就是如果摔掉了就当一个教训 也不会有人告诉我 这是错的 嗯 那这样的话 你从你离开孤儿院到现在这样的生活 可能也是摔了好多跟头才变成这样的 对 对吧 当中有多少的酸甜苦难 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对的 只有自己能体会 嗯 有时候嘛 出去玩也会 遇到一些 白眼啊 就是 哦对 有一次 嗯 记得很清楚 我走在人行道上 嗯 哦 然后 对面有个阿姨 她骑自行车 是哪里人 我就不说了 就是 那个阿姨 她 我们正好是相 一个正一个反嘛 就是正面了嘛 嗯 然后 她骑着自行车 她叫我让 我说阿姨 这个首先是人行道 我走在这里轮椅 我地方很窄的 我让不了 对啊 你也是 你载人行道 骑车是不对的 对 然后她就骂我了 坐着轮椅出来干嘛 哦 所以 听完之后 我就 在她面前 我没有表现出难受 我就怼她 但是她走了之后 我就心里蛮难受的 就 不是 不是一番滋味吧 就觉得特别的 难受 如果说 这时候身边有个朋友 或者是说有家人 就肯定会 维护我呀 保护我 嗯 现在比方说 我碰你你有感觉吗 碰哪 这里啊 这里完全没有自觉的 完全没有自觉 没有 这里也是 没有对 这里呢 也没有 我是大腿以下 大腿以下 对 大腿以下 完全没有自觉 总的来说 还是 还是不方便哦 对 很多 事情 都挺不方便的 这比方说 像你一个人 嗯 从轮椅上上到 爬到马桶上 卫生间 这个行吗 包括刷牙洗脸 刷牙洗脸 都是没问题的 他如果说他这个 厕所做的就是 比较方便的地方上 是没什么 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你别看我 就是说已经 瘫痪 才经那么多年 但有的时候 也会失手 也会甩 也会甩啊 对啊 那你这个甩的 甩了就趴不起来了 嗯 也没办法 我只能慢慢慢慢的 从地上 轮到轮椅上面 可能要花很久时间 嗯 除非碰到好心人 对 嗯 也会甩 就是哪怕已经这么多年 经历 身体百战 也还是会 偶尔摔跤的 我帮你开门啊 好的 谢谢 小他像你平时 一般性在轮椅上面 一坐 要坐多少时间啊 嗯 如果有的时候 出门晚 什么的 就是一天啊 做一天啊 做做做做一天啊 我刚想说会不会麻 后来想到你是没知觉的 对 但是腰会特别酸 特别不酸 对腰会特别酸 这个是肯定的 嗯 会特别的累 对 嗯 我现在对你就是 有一点特别的好奇 嗯 因为很你的很多情况 我知道的 然后 有啥情况我说的 就是 你到底是 啥地方啊 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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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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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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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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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能像你 你的身份证是310107啊 嗯 我的身份证310106 106根本是跟着养父母了 嗯 嗯 四分之后啊 一辈子只能有一个照片 只好有一个照片 对 但是我给过两套名 我过来想 我差了分率一直我想把我分率切的名字给他 嗯 嗯 嗯 我已经给过两套名字了 这个 我已经给过两套了 因为 分率也有一个名字 嗯 养父母也有一个名字 嗯 所以我马上再次够给了 哦 哦 我好给了 想给我给了 想给 嗯 嗯 所以我以为这种小单小单 那个的信就等于跟着养父母 不是 这个信是 是福利院给我的 福利院给你的 是这样的 我去福利院的时候 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 然后我又到养父母家 养父母给我起了个名字 然后我后面又被养父母送回去 然后又换 又换成原来的名字 哎呦 我搞得了 哎呦 这么一体实感 嗯 想给也没有给 嗯 嗯 嗯 你 对 嗯 你